人民穷到吃土 侦探乱到脑堵 试图前途未博 全凭美国累股 一觉醒来 玻利维亚又政变了 作为南美国家的穷逼一哥 玻利维亚这个国家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面积109.8万平方公里 人口1140万 妥妥的地广人系 国内矿藏资源极其的丰富 奈何军事政变频繁 政局长期动荡 人均GDP仅为3100多美元 落后于邻国的秘鲁 智利 巴西 阿根廷 巴拉圭 一度被评为南美洲最穷的国家 又被称之为坐在金矿上的驴 那么既然是驴 肯定就会出一些将种 这次发动政变的苏尼加将军 就是一位百年难遇的将种 当地时间26日中午 苏将军忽悠了一对士兵 抬着装甲车冲到了总统府 他从装甲车上跳下来 然后向全世界宣布 玻利维亚变天了 我很快就会举行就职典礼 军事部队有能力与政府对抗 就差喊出那一句 王后将相你有种乎了 按说呢 政变这种集体的活动 几百年来都不怎么着人待见 所以啊 一般都会选一个月黑分高的晚上进行 讲究的就是一个悄悄地进寸 打枪的不要呀 但仁苏将军偏偏不信邪 大中午的就带人冲进去了 但你冲就冲吧 好歹多叫点人呢 几百人就想拿下总统府 未免有点太儿戏了吧 事情的结果也正如博主所料 虽然苏将军的政变小队有装甲车 总统府里的安保人员却丝毫不出 结果两方人马陷入了极限拉扯 一边努力攻击铁门 一边拼命抵抗誓死不从 这大中午的又是在总统府闹市 玻利维亚首都的附近的吃瓜群众们立马围了上来 于是拍照的拍照 录像的录像 那场面堪比明星开演唱会 毕竟政变这种喜闻乐见的集体活动 可是不多见你 总统二赛一看这种情况 立马来了精神 他一边口吐芬芳 大骂老苏 一边煽动群众 保护宪法 保护国家 结果刚才还是吃瓜的当地群众 腰身一变成了正义之师了 浩浩荡荡的开始护国游行 总统二赛也趁热打铁 当场免掉了老苏陆军司令的职务 然后号召新上任的陆军司令 擒除叛军 极限救火 眼看呢 久攻不下 又失了民心 本来呢 就没什么脑子的苏将军立马怂了 他竟然宣称 自己奉现总统之命 发动政变 以防前总统通过明年大选复辟 现任总统阿尔赛呢 听完都懵了 你是说我让你发动政变推翻我自己 我脑子被驴提了吗 这魔幻的一幕甚至传到了俄罗斯 三周前 普大帝刚跟现总统阿尔赛举行过正式会议 讨论离合和 研究合作 阿尔赛政府在联合国有关讨伐乌克兰的投票中 还曾公开支持俄罗斯 如仅日历万机的普大帝 看着简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为转移民众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正义联盟成员 伯利维亚总统路易斯二赛 收役陆军司令于6月26日 在伯利维亚政府空前 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 导致全国惶恐不安长达数小时 自己搞自己 现在都这么玩了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 苏将军虽然蠢 但他并不傻 这场政变看上去虽然很魔幻 背后的真实原因却让人细思极恐 因为苏将军口中那个复辟者 真是老美的眼中顶肉中刺 莫拉来斯 历史上伯利维亚的政治和经济一直都控制在西班牙等白人的后裔 和印欧混血人种的手中 作为跟委内瑞拉前总统查维斯齐名的反美斗士 老莫当过三任的玻利维亚总统 而他既不是白人 也不是黑人 乃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 在自己的后院出现了一个印第安人的总统 老美的头皮都麻了 恰好老莫又相当的反美 他上台后一直致力于削弱美国在玻利维亚的影响力 在任期间 老莫从来不隐晦对美国的批评 他曾在一次竞选演说中公开宣称 他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是美国的恶门 在老美的眼皮子底下搞事情 不准你都对不起老昂萨们的那张脸 于是乎 在2019年的选举中 谋求再度连任的老莫突然陷入了选举舞弊的风波中 此时的他得票率已经超过了40% 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 然而一帮反对者举着旗子就上街了 要求政府重新举行大选 最后的结果就是 老莫被逼无奈宣布辞职 然后黯然下台流亡海外 好在老莫虽然走了 他的政治遗产留给了现任总统阿尔赛 阿尔赛与莫拉莱斯同属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阵营 前者还曾经是后者的内阁财政和经济部长 2023年 阿尔赛表示 伯利维亚将金砖国家视为 直到其发展 经济增长和一体化的战略伙伴 准备拿自家盛产的锂矿作为投名状 加入金砖国家的行列 上文咱们说过 玻利维亚矿产极其的丰富 而且呢 盛产锂矿是全球锂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其锂矿的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近四分之一 玻利维亚的锂矿以碳明储量为2300万吨 位居全球第一 而中俄企业跟玻利维亚当前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 这么一合计 如果玻利维亚跟咱们深度合作 一个是新能源一哥 一个是锂矿资源大拿 那新能源领域就没其他国家什么事了 这个结果是老美不想看到的 更让老美揪心的是 2023年 最反美的莫拉莱斯宣布将参加2025年的总统大选 这个印第安人如果再次上台 老美这辈子都别想吃上四菜一汤了 于是乎 苏尼贾将军横空出事 说什么也要把玻利维亚的摊子搅黄了 可惜老美所托非人 一场政变被老苏弄成了笑话